我從中以來就一直勉勵自己要有承擔的勇氣 要有承浪的胸襟 那麼在去年的時候沒有人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這個承擔的勇氣 但是今年立委選舉國民黨戰將奴役 但我也不希望大家都集中在一個優勢的選區 把所有的好人才都集中在一個籃子裡面 所以我選擇了承浪 不希望國民黨能夠有一個全新的布局 給民眾不一樣的感覺 尤其在3.16補選之後 我覺得民眾會認為民進黨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樣的弱 國民黨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樣的強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一定要團結合作 不要有太多的私心 所以我就率先作折 你讓出了我自己的選區 那麼像困難還有位置去挑戰 就希望能夠開疆屁土 為人民 為國民黨打下一片江山 所以國民黨有沒有想說要轉來的方向還是那可能 因為桃園很多鄉親 還是希望我能夠繼續留在桃園選立法委員 那麼尤其目前巴德跟大西這個選區 國民黨還沒有足夠的強將 所以地方人士也希望我來這個地方參選 我會認真地去耕耳 然後聽取大家的意見 贏取最後的勝利成功 我們在這邊非常尊重陳委員的決定 但是我們也要希望陳委員能夠想一想 他這樣做法到底 第一個對他自己選區的選民有沒有辦法交代 第二個他來到這邊 所謂的監困選區跟舒適區的認定的部分 我也希望他能夠好好的重新來思考一下 當然我還這邊要強調的宣布是 楊朝偉在這邊參選到底 面對著所有的挑戰 朝偉都會一切的來面對